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穿书后 我成了小妈文学中 男主名义上的妻子 刚穿来 我就无意间撞破 我那人前清冷金贵 性情淡漠的夫君 将公共兴取的夫人抵在墙角 极尽温柔的亲吻 我不敢多看 这场面实在有些惊悚 我躲回房中 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他俩是刺激了 最后倒霉的事却还是我 想想这部小说后面 我因为发现男主和小娘的私情 被男主设计陷害 杀人灭口 抄家灭族 我就不寒而栗 原身着实可怜 而如今 这个可怜的人成了我 凭什么我就得做冤大头 我也该为自己的未来早做打算了 思索一夜 一日我装作什么都不知 倒去给小娘请安 我规规矩矩行礼 夫人安好 她笑意轻柔地将我拉起 二少夫人不必多礼 小娘名为林洛 与我年纪相仿 却嫁给了江黎的爹 成了府中小娘 出到这里 我并没有同她亲近 可如今看来 为了自己的小名 我必须了解她 我主动向她示好 说想同她一道去逛街 她与我年龄无二 做了府中主母这段时间 也闷得慌 很快便接受了我的提议 简单准备后 便同我上了街 林洛是个灵动的姑娘 心地善良 又有主见 性格也随和 我与她的相处很是舒心 抛开身份 我挺喜欢她的 我同她一路说笑 一路在看铺子上的首饰珠花 她俯身去拿一支发簪 衣领微微敞开 只一眼 我便瞥见她衣领下暧昧的一抹红 我想到了昨夜她与江离的亲热 一时复杂情绪涌上心头 竟是忽略了深厚的嘈杂 闪开 闪开 等我反应过来 我已经被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一把扯过来 用刀架在脖子上挟持 刀锋在井间散发寒意 我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男人挟持着我 挡在身后骑马而来的人跟前 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马背上的男人面容清俊 但未急着开口 而是在等他身后而来的马车 待马车停稳 男人下了马上前问道 大人 他挟持了一位夫人 车帘被撩起 探出一只白皙骨感的手来 紧接着从马车上出来一个身穿墨色衣袍的男人 眉目如雕刻 鼻挺如山脊 薄唇清敏带着凉薄 他轻轻一抬眼 便是凌厉和寒凉 周身隐隐带着生人物尽的威势 周身都是金贵淡漠 可我实在无暇欣赏他的容貌 毕竟刀还架在我脖子上 男人一抬手 身旁的人就递上了一把弓 他又在拉弓搭剑 然后把剑对准了我 是的 是对准了我 我一下就明白 他要做什么了 咬牙对挟持我的人说 他第一剑便是要杀了我 我一死你定活不了 倒不如松开我赶紧跑 果然 我话音刚落 男人便道 夫人大意 今日协助我捉拿逆贼 我定会为夫人讨个封赏 也不枉夫人英勇就义 挟持我的人 滴滴骂了一声 这沈渊当真人性凉薄 原来拿剑对着我的男人叫沈渊 真是个狗东西 直接将我说死了 林落在一旁急忙开口 这位大人 这是江离江大人的夫人 还望大人救他一命 本以为搬出了江离的名字 沈渊能有所动摇 其料他只是轻痴一声 道 又不是我夫人 为何要救 我气得牙疼 宁愿被挟持我之人抹了脖子 也不愿就这么被他一剑射死了 我又道 听见没有 你挟持了我一点用都没有 还白白搭上了一条无辜之人的命 我若是你干脆跟他拼了 不等人反应 沈渊的剑已经朝我射来 千军一发之际 挟持我的男人 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直直朝着沈渊冲过去 我不禁付匪 说他心善吧 他挟持了无辜的我 说他不善吧 危急时刻又将我推开 可男人刚迈出一步 就被沈渊一剑灌穿了喉咙 我面上一热 被溅到了他的血 方才还活着的男人 下一刻变不动了 我一时被吓得愣在原地 紧紧盯着他的尸首 我一抬眼 见沈渊不知何时下了马车 朝我走来 我下意识想往后躲 可双腿不听使唤软得厉害 跌坐在地动弹不得 关键时刻 石林洛将我护在身后 他面色不善地瞪着沈渊 丝毫不惧他的威势 不愧是女主 他说 人你都已经杀了 还想做什么 还嫌吓他 吓得不够多吗 沈渊居高临下逆着我 眼底的寒凉将我后背一捞 我回过神来迎上他的寒谋 站起身来冷笑道 妾身多谢大人替妾身讨风赏 妾身无福消受 这思贼人都比他有人情味 跟我拿爱玩禁忌恋的狗夫君 真是一丘之和 后怕之余 又涌起怒意 气得我想一刀捅了他 正是双方眼神交锋之时 江里赶来了 他张口便问 林洛可有受伤 再得知他无爱 才想起来要在人前与我维持夫妻恩爱 他大发慈悲似的问我如何 我没好气到 还没死 江里眉头一簇却没发作 故意将我揽在怀中安慰 我心中吐槽 光顾着想同沈渊漏了 你江里了是吧 眼下到底不是发作的时候 我忍了江里的虚伪 同他们小两口一道回了府 回府后 我借口身子不适 拒绝旁人关心 回了自己的院子 丫头春儿在为我 搏梗上的小口上药 她没忍住抱怨 二少爷也真是的 看不到二少夫人 搏梗上的伤亡 竟连问都不问一声 她哪里有空 她正忙着安慰林洛呢 本以为江里不会过来 其料晚些时候 她还是来了 她依旧一副淡漠模样 好似我是什么陌生人一般 你往日少与夫人亲近 今日怎么想起来 邀约她逛街 这是怪我连累临落陷入危险了 不可以吗 我抬眉反问 她似是不满意我的态度 眼底升起不越来 往后扫去她的院子 我一下不爽 就许你日日都去 却不许我去吗 江里眼眸一灵 你这是何意 可我今日受了不少惊吓和委屈 一时口无遮拦 我说什么你心里不清楚 非得让我挑破 江里脸色一沉 一双眸如寒冰 她一把掐住我的喉咙 白纸 你比我想的聪明 她丝毫不遮掩 眸底的杀意 力道在不断加重 窒息之感叫我难受得紧 干脆破冠破摔 杀了我你又该如何交代 林洛又会怎么看你 她动作一顿 片刻后慢慢收回力道 可手依旧停留在我颈尖 她漫不经心按在我的伤口上 你是个聪明人 只要老实一些 我不会亏待你 二少奶奶的身份 只会是你的 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何离 只要捅我何离 我就不会说出去 她按伤口的力道又重了 别蠢了 我需要有人坐在这个位子上 果然我就是个倒霉蛋 你大可换个人片 她滴滴发笑 我一般只信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若我换了个人 你就没有必要再活着了 我朝她笑了笑 那我死之前 会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你与林洛的事 我若死了 你与林洛也不能好好在一起 依她的性子 会隔着一条人命 同你在一起吗 林洛具有一切 这世上的美好品质 我是女配 自然该做些恶事的 江离深深看了我一眼 终于收回手 她的手上还沾着我的血 我会考虑你的要求 但在此之前 你不许妄动 成交 江离不会觉得我性格有所转变 她压根就不在乎我的性格 更不知道原本的白纸是什么性格 倒省了我要在她面前装娴淑温柔 勃耿触得痛意明显 我摔了茶盏 看着碎片心中发冷 江离世半分余地都不留了 那也就别怪我对她不利了 自那日后 我随身带着一把匕首 将发簪磨的尖利 我不再去找林洛 我再等她来找我 果然 不出三日 林洛便耐不住无聊 邀约我同游 我欣然应下 再次同她出了门 我并未对她使坏 只是真心同她相处 在她面前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暗暗将话题 引到沈渊的身上 林洛并没有提防我 饶是江离说我心机深沉 她也选择相信 我故意约她去酒楼喝酒 她从前是大家闺秀 溜出去喝酒的事 从来没有过 出于信任她 还是跟我去了 我将她灌醉 问到了她与江离的事 林洛与江离 本是青梅竹马 两人也情投意合 可林家家道中洛 林洛自觉配不上江离 拒绝了她的表白 后来林洛受尽苦楚 却阴差阳错 嫁给了江老爷子 这便开始了她与江离禁忌的纠缠 林洛还告诉我 江离近些日子很是烦恼 只因朝中奸臣首府当道 江离在朝堂时被压制 江离只能另寻他法 他查到那奸臣在丰州的一处私矿 再多的信息 江离也不清楚了 不过与我而言 这些便已足够 我差人去告知了江离 等江离的马车赶到时 我便出了乡房 先一步离开 我被困后宅 全然不得朝堂消息 而原书涉及全谋朝政 也不过寥寥三两句 我只能拆人去打探当今首府为何人 才知奸臣首府便是沈渊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既然江离不愿让我和离 那就别怪我去找沈渊联手了 于是我特意去打探了沈渊常去的地方 锦春楼 锦春楼是青楼 我为方便伴坐南庄前往 老宝收了我的银子 告诉我沈渊在哪一间房 沈渊房外有侍卫看守 一个是当日骑在马背上的人叫青竹 另一个我从未见过 我考虑过要伴坐五鸡混进去 但那样很有可能会被当成刺客 倒不如直接一些 告诉沈渊我的来意 我直直朝着青竹而去 说老你通报 我要见大人 青竹认出了我 见我乔装打扮 眼底有审视 大人不是随便就能见的 倘若是有利于他的呢 青竹犹豫一瞬 还是进去通报了 片刻后他折返 夫人请 我进去石屋中歌舞不断 沈渊坐在主位 旁侧的位置应该还有个人 只是现在不见人影 我开门见山 大人与江离不对付吧 不如你我合作 也可助大人成事 沈渊眉头一挑 你想要什么 而你又能给我什么 我要合理 而大人能及时止损 何意 大人在风中有把柄吧 他眼眸一冷 后笑开来 我若没记错的话 你是他夫人吧 我说过了 我要同他合理 需要有人在外部助我 他玩笑一般 好 且答应同你合作 见他答应我 转身便要走 谁知从窗外射进一支剑来 房中的五机惊慌四散 沈渊一个飞身 将我带至死角躲避 他离我很近 几乎是将我整个人还住 他垂头看着我 抵在他腰腹的刀发笑 这么忌惮我 毕竟有前车之剑 在他拉住我的同时 我下意识变量了刀 快到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刀就被我抵在他腰腹了 听着剑被射进来的声音 我不禁讽笑 我说大人 你真该死啊 他也不恼 也在笑 祸害流千年 趁此刻同他相处 我不禁问道 那日你真要杀我 我是奸命 要杀我之人 都是忠有好人 那他又岂会连累你性命 所以必会推开你 要是他没有呢 他笑意加深 那就是你倒霉了 我手比脑子快 当即把刀捅进几分 他握住我的手 不让刀再伸进皮肉 杀了我还怎么帮你 我淡淡收回刀 我一向手里没轻没重 算你倒霉 他看向我的眼神里 多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无心追究 等射箭的声音 停了便一把推开他 随后 青竹和另一个侍卫进来 大人刺客已死 青竹一惊 大人受伤了 沈渊似笑非笑 瞥我一眼 无妨 我倒霉 我想了想 把腰间荷包给了沈渊 将加制式的荷包 拿去诬陷江里 青竹 沈渊接过来左右翻看 轻笑一声 将二夫人 当真舍些心肠啊 我哼笑 彼此彼此 之后回府沈渊送我的 他虽是一时兴起 却丝毫不给我拒绝的机会 在马车上他直白地一直盯着我 一言不发指示看 大人到底在看什么 江里带你不好吗 什么 他并未有要解释的意思 继续道 他不该不喜欢你的 是他亏了 这话我爱听 还不等我开口他又道 你这般蛇蝎心肠 他不该不喜欢 是个正常人 大抵都不喜欢蛇蝎心肠 他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我只道沈渊当真是有病 我披一眼他腰腹处理过的伤 再蛇蝎心肠一些 就该一刀罢你捅死 沈渊不以为意 他勾唇一笑 手中把玩着我给他的荷包 仅凭这个就能诬陷刺客 是江离派来的 能不能就要看大人的本事了 奸宁最擅长的 不就是颠倒黑白吗 去河巴士看更多 他眉头一抬 看我的眼神又深了几分 他漫不经心地撩动我的衣袖 再顺着衣袖攀到我的手腕 他隔着衣袖握上我的手腕 似笑非笑道 将二夫人放心 我定会帮你与他合理的 我用力收回自己的手 还望大人说话算数 我不再同他多划下了马车 直接回府 之后的几日我便得知江离正物繁忙 甚至都没空回府 想必是沈渊那边出了手 让江渊辛苦找到的罪证 辅助东流 够他忙一阵的了 江离不在府中 我的日子便舒心不少 时不时同林洛说笑打闹 也会同林洛一起出府游玩 我对林洛没什么坏心眼 但不妨碍我要给江离找麻烦 他一日不与我合理 我就一日不让他安生 前朝有沈渊给他使半子 后宅有我让他忌惮 因他始终害怕我会对林洛不利 如此一来 够他焦头烂额了 林洛闲不住 又约我出府 我同他去了酒楼 他酒量不好 又偏生爱喝 不过几杯下肚 他便醉得不省人事 我实在无奈只好下去 叫丫头上来 把他扶到马车上 刚出厢房没几步 在经过另一间厢房时 突然一只手拉着我 将我拖进房中 我下意识拔出发簪底 在那人喉咙上 是我 沈渊轻笑了笑 还是这么戒备 我看着他额头有汗 薄唇毫无血色 不禁醋眉 你怎么了 他笑得满不在乎 你那好夫君设了套 要抓我 逃的时候受了伤 我这才将发簪收回 上下打量他 他穿的是夜行衣 又是被江离带人追赶 那他去干了什么 就不言而喻了 他忍痛坐下 扯出一抹闲笑来 你我既然合作 你总不好 对我见死不救吧 更何况你还需要我呢 我冷哼一声 起来 跟我走 他闻言痛苦皱眉 起不来了 将二夫人扶扶我 见他神色当真痛苦 我也不跟他废话 上前将他扶起 他顺势将手搭在我的肩上 像是将我搂住一般 我一抬眼 就捕捉到他翘起的嘴角 我当即一拐他胸口 你耍我 他们哼一声 额头的汗顺着脸往下低 唇角却是扬着的 哪里敢耍你 真走不动了 他突然凑近我耳朵 滴滴软软一句 我快死了 你心疼心疼我 我耳间一热 心中酥酥痒痒 我没好气到 再说话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好 我听 夫人的 闭嘴 我把沈渊带到了 我和林洛的厢房 将他藏到柜子中 很快 江离的人就追到酒楼来了 他一开门看见 是我和林洛一愣 质问道 你怎么在这 我指了指不省人事的林洛 他让我陪他来的 自己把自己喝醉了 江离不悦地瞪我一眼 掠过我直接将林洛抱起 林洛察觉有人碰他 便开始挣扎 江离柔下声轻轻哄着 是我 阿离 林洛文言 当真不乱动了 江离松了口气 又是一副冷漠口吻 对我道 回府 我冷笑 我可不愿同你们回府 隔应 江离冷哼一声 随你 江离一见到林洛 便忘了要搜查厢房 眼下他直接带着林洛 回了府 沈渊也算暂时安全了 我打开柜子 沈渊面色惨白 已然昏过去了 我这才发现 他的夜行 一早已被写进尸了 我花钱找了小丝 帮我将他搬到马车上 把他送回神府 在马车上时 他隐隐有了些意识 将我当作刺客要出手 我连忙换他 沈渊 是我 白纸 他似是愣了愣 后用尽全身力气 朝我靠近 最后把脑袋放到我肩上 紧紧扯着我的衣袖 我推了推他 你还真敢信我 就不怕我真杀了你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滴滴发笑 白纸 祸害一千年 我得长命百岁 我还得帮你和礼 我一哼 还算你老人家 有点良心还记着呢 马车到了神府 清竹连忙上来 搀扶沈渊 沈渊似乎失去了意识 可他依旧扯着我的衣袖 让我怎么使劲 都掰不开他的手 清竹也没法子 只好道 劳将二夫人移到禁府 好 之后 我眼看着大夫 帮沈渊处理伤口 我这才发现 他胸口有伤 我方才还那么一拐 我在旁等了许久 大夫终于处理完伤口 见衣袖被放开 我也打算回府了 其料我一起身 差点一个亮呛 方才还奄奄一息的沈渊 此刻正紧紧扯着我的衣摆 口中念叨着 娘 娘 娘你别走 我当即去看清竹 清竹竞天过头去不看我 直接出去了 我扯了扯衣摆 丝毫不起作用 我任命地坐回去 就当是陪陪我的好大儿了 这一陪便是直到一日清晨 我从脚踏上醒来 脖梗酸的一时动弹不得 刚想起身动动身子 才发觉双腿麻得不像话 我一抬眼就对上一双清润的毛子 将二夫人当真是心疼我 竟为了照看我 一夜不归 要不是腿麻动不了 我真想跳起来打她 我没好气 这回是你欠我一次 别忘了还 我扶着床檐站起身来 刚要走 就觉腰间多了力道 紧接着天旋地转 我被沈渊压在床榻上 一时四目相对 你可真能坐呀沈渊 你不要命了 你担心我 我没忍住 担心你大爷 大不了你死了 我再换个人帮我 这次不讲武德 趁我还在说话 就稳住我的唇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被她钻了空子 等我反应过来 要推开她 她却松开了我 我当即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沈渊你有没有道德 我是江离的夫人 沈渊舌尖轻易顶厚草牙 笑得有几分脾气 反正是要和离的 你不爱她 她也不爱你 她爱的是那个小娘 她支起身子 懒懒看着我 你同她合理后 嫁我可好 有病 她也不恼 我说真的 我携她一眼 拍拍衣裙往外走 我蛇蝎心肠 怕害死你 我就喜欢蛇蝎心肠的 沈渊 你真是有病 想取你的病 我不再听她犯魂 快步走出去 我回了江府后 满府上下 只有我的丫头春儿 担心我的安危 其余人连我何时出府都不知道 更不会关心我是否夜不归宿 我那便宜夫君 就更不会关心了 折腾了一夜 我实在疲累 一回房便睡下了 直到春儿将我叫醒 说让我去前厅 老爷有事要说 我只好起身梳洗前往 前厅中林落与江老爷子 坐在主位 此位做了一个容貌 与江离相似的男人 大抵是江家大少爷江城 我在江离身侧落座 听江老爷子说事 第一件事便是江城回来了 第二件事是林落有孕了 第一件事还好 听到第二件事时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江老爷子这是给自己生了个孙子 我玩味地挽上江离的胳膊 夫君还真是好事一桩啊 江离知道我在讽刺 可毕竟所有人都在 他也不好发作 只是略带警告地瞪我一眼 让我别乱说话 我实在想笑 抬眼的一瞬 对上了江城的眼神 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 不像是大哥看地席的眼神 倒像是将我试做什么珍宝一般 我一个机灵错开视线 希望是我想错了 可老天实在捉弄人 当天夜里 江城就摸到我院中 将我揽进怀里 白纸 我好想你 你们江家真是好会玩呐 合着就指着我一个倒霉蛋折腾 我推开他 大哥 自重 江城一瞬错愕 白纸 你怎么 我冷冷道 大哥 我是你的弟媳 日后这样的举动 还是莫要再有了 以免引人误会 误会 江城滴滴撵着这两个字 后滴滴冷笑出声 他一把掐上我的脖梗 将我抵在墙上 他咬牙道 你以为你嫁给了梨儿 就能贴开我了吗 他虽然掐着我 但并未用力 双眼泛红 死死盯着我 放过我的脖子吧 我真是求求了 我对上他的眼 道 我为何会嫁给江梨 你心中不清楚吗 是了 白纸本该是要嫁给江城的 可江城不娶 而江梨需要一个人 给他和林洛的关系 做掩护 便去了 白纸成了江城的地习后 他却后悔了 只因江城喜好 这种禁忌的情感 白纸越同他保持距离 他就越想要得到它 江城的步步紧逼 导致白纸本就精神紧张 发现江梨和林洛的私情后 三两下便在江梨面前 露了马脚 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便这样没了 江家一群变态 每一个正常人 都喜欢禁忌恋 弟弟喜欢小娘 哥哥喜欢弟媳 就我一个倒霉蛋 江城用手划过我的唇 眼中侵略丝毫不掩 白纸 你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我拔下发簪 毫不犹豫扎进他肩头 他吃痛放开我 我趁机跑出院子 可出了院子 我又无处可去 干脆出了府 江城立马带人来追我 我在街上瞧见了青竹 连忙上前道 你家大人呢 大人在马车上 我文言二话不说 就上了马车 正巧另一个侍卫 再给沈渊换药 他此刻解开衣袍 正露着上半身 我的突然到来 叫他二人同时顿住 我一把夺过 侍卫手里的东西 我来 你下去守好 侍卫倒是听话 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沈渊很快回过神来 玩味道 早上才见过 晚上就想我了 我瞪他一眼 闭嘴 沈渊一瞬正色 你出什么事了 大人 前面好像有人在找什么人 沈渊看向我 找你的 你招惹谁了 我没多说 只忍不住骂一声 他们江家没一个正常的 马车外的侍卫又道 大人 是江家大少爷 在找江二夫人 沈渊一瞬好笑 江二夫人 怎么会是江大少爷来找 话还没说完 他就沉默了 显然是理解了 我方才说的话 半晌后 他也没忍住骂一声 他们江家是都疯了吗 他又憋出一句 跟他们相比 我实在太正常了 我携他一眼 你也有病 沈渊善善一摸鼻尖 我不一样 我比他们好点 我冷笑 好点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他江城恐怕 也就图个刺激 江里就更别说了 心都不在你这 他认真道 我的心在你这 只要你合离 我立马就娶你 我被他认真的神色 吓了一跳 别过头去不看他 没准你跟江城一样 他喜欢乱伦 你喜欢人妻 沈渊气的一夜 我有病才喜欢人妻 你迟早是要合离的 等你合离了 就不是人妻了 我不想同他瞎扯 马车外的侍卫又说 大人 他们过来了 沈渊也来了气 手好 他一气 伤口就渗血 我闻到血腥味扭头去看 这才想起来 他还上药 坐好 我给你换药 哦 他这会儿倒是老实了 我凑近一些帮他上药 听到马车外江城的声音 手不由一抖 沈渊握住我手腕 轻声安慰道 别怕 一切有我 他扬声道 江大少爷好生威风 寻人都寻到我车上来了 怎么 还要搜我马车不成 马车外进了一瞬 后江城道 沈大人严重了 不过是我一时寻人 心切冒犯了 就不打扰沈大人了 我松了口气 继续帮他上药 全臣奸宁就是不一样 谁都忌惮三分 他笑 全臣奸宁的夫人 也一样可以 我一按他伤口 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我说 你心疼心疼 我会如何 我方才可是救了你 我昨夜也救你了 还陪了你一夜 这怎么算 话说完我才反应过来 此话奇异太重 面上一趟 不再多话 他轻声哼笑 手指戳了戳我的脸 你也害羞了 瞎扯 我是被药熏的 我的药可不熏人 他说完又静了静 口吻带着认真 我会帮你离开江家 我帮他包扎好 应了一声 好 他说完又开始不正经 你帮我把衣裳穿好 我抬手轻打一下他的脸 沈渊 别做 别做没了我对你的好感 自己穿就自己穿 他嘟囔着把衣裳穿好 语调还有些委屈 扣个扣子都废了半天没扣上 我打开他的手 废物东西 也就你能心疼我这个废物东西了 我被他逗笑 你就是这样当奸命的 他一耸奸 我只对你这样罢了 奸命不奸命的 我也只是想好好活着 不被人害罢了 我一顿 压下心疼 起身要走 这混账 这回没拦我了 他只说 拿出你戒备我的劲来 谁要敢动你 你就捅他 你顾及名声 我也不便带你走 且再等一两日 我名正言顺 带你离开江架 我没回头 好 之后我回了江府 锁好了院门 不让任何人进来 江城见我实在 被他逼得狠了 便有所收敛 一副温柔公子的模样 不再冒犯我 沈渊说到做到 说是一两日 真就是一两日 他提前给我传了信 让我与林洛一道 出府到城外寺中上乡 我照他说的做 与林洛出了城 出城没一会儿 就碰上了节道的山匪 我见山匪头子 是贴满了落腮湖的青竹 差点没憋住笑出来 被他瞪了一眼后 配合他的演戏 青竹绑着我和林洛 到了山匪寨子 骂骂咧咧将我二人 分开关押 我被青竹带到沈渊面前 他帮我解了束缚 没被吓到吧 还没被笑死就不错了 青竹一听 默默退出去了 我打量着整个匪寨 还挺像模像样的 问道 你不会现搭的吧 献搭就不止一两日了 直接带人剿匪 把山匪赶出去 寨子就是我的了 我有些不解 你不是全臣吗 何必用这么迂回的法子 逼江离写和离书 我不在乎 背上逼人和离的骂名 可不能让你被人非议 迂回是迂回了些 但是我也好名正言顺 娶你 沈渊点点我额头 为了你我也是费了心思的 真不考虑嫁给我 我一哼 且再看吧 万一我遇到比你对我更好的呢 那是不可能的 没人能比得上我 这混账真敢说大话 很快 江离就得知 我和林洛被山匪绑架的消息 他按照要求 带着赎金单枪提马赶来 青竹换了一种胡子贴上 对江离说 他反悔了 赎金只能带走一个人 另一个人要留来当压寨夫人 不出所料 江离果断选了林洛 我和沈渊在暗处看着他做决定 沈渊文言看了我一眼 我道 不必担心我会难过 我对他没有感情 就没有期待 没有期待哪来的失望难过 青竹又道 老子可是打听过了 这个叫白纸的是你夫人 你是要叫老子 娶个有夫之妇 江离立马道 我可以写修书 青竹催了一口 敢让老子娶被修的女人 江离改口道 河离 我写河离书 青竹 这还差不多 江离写下河离书 带着林落头也不回地走了 青竹把河离书递给我 实在没忍住骂了江离 真不是个东西 青竹看着年纪不大 就是个孩子 我见他实在可爱 没忍住想要摸摸他的脑袋 不必同他计较 手刚伸出来就被人中途拦截 河离书 河离脸不红心不跳地说 要摸摸我 青竹 我笑骂 真是个混账 拿到和离书 我就回了江府收拾东西 江离见了我还有些惊讶 我面不红 心不跳地 按照河渊在外传扬的话说 我运气好 恰好碰到官府剿匪 山匪死了 官府的人把我送回来了 其实 沈渊的原话是 沈渊剿匪 及时救下了被夫君抛弃的江二夫人 这话既保全了我的清白名声 还将江离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没这样说 只是想着少给那混账招点仇恨 我扬了扬他写下的和离书 将二少爷 多谢你放我自由 看他眼底起了 杀心我不以为意笑了笑 你若放我平安离开 我尚可保守你的秘密 但我若有三长两短 你的事全程的人都会知道 再者 你抛下结发之妻的事正在风口 我要是再在江府出事 别人会怎么想 不为自己考虑你 也得为林洛考虑吧 他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救回来的吗 我严禁于此 拿着自己的东西 带着春儿离开了江府 我实在没想到 沈渊这混账 竟直接将马车停在江府门口等我 沈渊你发什么疯 他一脸无辜 带你走啊 我给你置办好了宅子 我送你们过去 我道 我有宅子 已经置办好了 在准备和离之时 我就置办好了宅子 他一脸失落 好吧 送你们回你置办的宅子 我白他一眼 心到他装什么可怜 说 去你准备宅子吧 他眼眸一亮 好 自和离后 沈渊找我的次数越发多了 隔三差五 就要找理由来见我 我正忙着学做生意 实在被他扰得心烦 于是我对他发了脾气 能不能让我消停几日 堂堂全臣首辅静 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我就是想你了 美色雾人 实在是美色雾人 我推开他的脸 哪来得回哪去 别耽误我学做生意 阿芷 你何时嫁我 我何时答应要嫁你 你都合离了 考虑考虑我 不考虑 我本以为我只要与江离合离 就不会再与江家扯上关系 可我没想到江城依旧对我不死心 沈渊日日都会来烦我 偏生有一日有事没来 而那一日江城却来了 白纸跟我回去好不好 江城一副深情模样拉着我 我用力甩开他 江大少爷 我已经不是江府的人了 怎么能跟你回去呢 没事的白纸 我把你带回去藏到我院中 没人会发现的 疯子 江城一下发了狠将我抵在墙上 吻我的脖子 我毫不犹豫用刀捅了他 他吃痛退开 捂着伤口冷道 白纸 你只能是我的 他带了许多人来 我被强制带回了江府 将我安置在我原来的院子中 江城因失血过多 被大夫医治了许久 林洛不知从何得知 我回来了他来院中看我 我静静坐在床边软榻上 林洛在我身侧滴滴叹一声 是我对不住你 我侧头看向他 不怪你 他又道 你喜欢沈大人吧 我没接话 他继续道 沈大人出事了 江里找到了 他为把控朝政做的一些不好的事的证据 难怪他没来烦我 我突然觉得好笑 男主不愧是男主 总能如愿以偿 面上一热 惊觉落泪 林洛轻拂我脑袋 眼下待在江府你才是安全的 跟沈大人有牵连事 没有好下场的 他是奸宁 江城于你 未必是良配 待风头移过我送你走 我压下泪意 我想 救他 林洛叹了叹 我带你去见见他吧 林洛没骗我 他向江里撒了个娇 便让他答应 让我去见沈渊一面 沈渊没下雨 他被囚禁在府中 由官兵把守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正闲闲散散 与青竹下棋 时不时还因下错棋 叫嚷要悔棋 这混账东西 还害我为他担心 结果他自己正乐得清闲 他看见我拾愣了一下 紧接着咧着嘴 朝我笑着迎过来 你怎么来了 果然是想我了吧 我照着他肩膀 就给了他一拳 你混账 他笑着将我揽入怀中 轻轻拍打我的后背 放心 我没事的 他们说我要谋反 可没有直接的证据 只要没有证据 就奈何不了我 可话音刚落 江城的声音 就从身后传来 阿芷 跟我回去 我那一刀着实不清 它如今面上 还有些白 大抵是刚从病榻上下来 沈渊面色一变 当即将我护在身后 冷声道 阿芷也是你能叫的 江城不甘示弱 沈渊 以你现在的处境 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吗 江城是带着人马来的 他一声令下 我们便被围住 江城道 要么死 要么放白纸过来 沈渊冷笑 当即拔刀迎战 青竹将我拦住 朝我摇了摇头 江城带的人不少 近战打不过沈渊 便在远处放了冷剑 一只冷剑正中沈渊尖头 沈渊吃痛 一时不防 被剑刺入胸膛 沈渊 我不顾青竹的阻拦 跑上前去 我整个人挡在沈渊身前 用发簪抵在喉咙上 紧盯江城 退后 江城急急开口 他的人文言 才慢慢往后退 阿指 你是奸宁 你怎会如此糊涂 江城朝我喊道 就当是我疯了 我直直挡在沈渊身前 沈渊本舅舅伤未痊愈 如今又添了心伤 终是支撑不住倒下来 我连忙转过身去 接住他的身子 江城拿过弓箭对准沈渊 阿指 让开 我紧紧护着他 你最好剑术好一些 能同时杀了我们两个人 沈渊吐出一口血来 他依旧在对我笑 白指 我是真的想娶你 沈渊 你先别说话 他一说话 伤口的血就流得更凶了 他摇摇头 有些话再不说 就没机会了 他抬起颤抖的手 想要摸我的脸 我握着他的手 放在我的脸上 白指 初见时 吓你是我不对 往后不会了 我这一生无父无母 世人怕我 厌我 将我是做十恶不赦之人 唯有你 将我是做平等 你好像从不在乎 我是不是奸命 你这么在乎名声的人 却不在乎我奸命的名声 白指 我沈渊此生为你一人 我无暇顾及泪水遮掩 只慌乱地去捂他的伤口 语调发颤道 沈渊 你别说了好不好 你再说下去会死的 你会死的沈渊 你别说了 他抹着我的眼泪 能得你落泪 死也值了 你说过祸害一千年的 你不能死 他似是渐渐脱力 我下的话都说不稳 沈渊你醒醒 你醒过来我嫁给你可好 他眼皮动了动 用尽最后的力气回应我 好 江城气红了眼 拿着刀直奔沈渊而来 清竹也憋红了眼 立声喊道 尹渭 话音一落 顺时从周围涌出一批 墨色甲咒的人来 江城一愣 你果然有反心 清竹立声道 尹渊乃先帝所留 只有在大人有性命之优势方可动用 此人马是先帝特意用来保护大人所用 江大少爷 尹渊向来指护良辰 这是我朝自开国时 就立下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 江城一江 咬牙道 你怎会有尹渊 清竹红着眼 大人一心为圣上 却被污蔑这么多年 为何不能有 江城不可置信 他带来的人都开始慌了 我抬起头瞪着江城 滚 尹渊动身 将江城他们赶出神府 尹渊一出 沈渊谋反的罪名 便不攻自破 神府的看守撤了 可沈渊整整救了两日 才救回一条命来 我为了照顾他便搬到了神府 朝中因沈渊有影位之事纷纷哗然 后突然对他转变了态度 到他忠心为国忍辱负重 实在是良辰 我这一照顾便是半个月 沈渊上朝回来就缠着我 饶我清静 我看在他有伤的份上 不同他计较 他却得寸进尺 趁我不被吻在我的唇上 我推开他 既然你都好了 那我们就来算算账 他一顺心虚 什么账 骗我的账 那一日只要江城的人动了手 沈渊大可以换出影位 他偏要等自己受了伤 半死不活才将影位换出 无非是想用苦肉计 让我答应嫁给他 他善善一笑 我哪敢骗你 我冷笑 那日就该让你留着遗憾去了的 你果然蛇蟹心肠 我就喜欢你这样蛇蟹心肠的人 你喜欢那是你的事 与我何干 你都答应嫁我了 那我反悔了 他一下稳住我 片刻后才到 晚了 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与沈渊成亲那日经中极热闹 林洛也来了 他看着我一副喜福的模样 笑了笑 真好看 我看着他 没有来一阵心疼 你与江里 他一致 后摇摇头 这个孩子 我不打算留下 我一愣 他继续倒 我与他大敌 也只能这样 揪揪缠缠的结局了 未来如何 我不敢想 江城已经走了 江里为他求了 情圣上饶了他一命 江城是江离的哥哥 只要有江离 他们江家就不会有事 我也早早认清了 他是男主的现实 日后同他井水不犯 河水便是 他斧着我的脸 阿指 你要幸福 我会的 我又道 我不喜江离 但不代表不喜欢你 你若有事 大可来找我 窗外突然探出一个脑袋来 那夫人可喜欢我 我笑骂沈渊 又发什么疯 回你的前厅去 你不说我不走 我起身到窗边推他 快滚 沈渊捧着我的脸 亲了一下 又快速跑开 我失笑地看着他的背影 林洛突然道 阿指 你与沈大人要好好的 我笑看他 阿洛 我祝你早日与他名正言顺 你我都要好好的 故事二 离开险王府后 我重操就业 回到南向卖包子 是那种热腾腾 圆嘟嘟的发面大包子 便宜 冲击 肉的是猪肉大葱 素的是韭菜鸡蛋 肉的三文钱 素的两文 逢双日 价格减半 因为料好 很受贫苦百姓的欢迎 生了苏木后 我身体不太好 苏赵宇自觉 接起了我卖包子的重任 有时候 女儿也会跟着去 下午的时候 突然下起了暴雨 我有些担心 左顾右盼不见人影 正打算去找他们 只见柴门清响 木木穿着宽大的缩衣 亮亮呛呛向我跑来 差点摔了一跤 我心疼极了 将小奶团搂在怀里 娘亲 有个奇怪的哥哥 一直吃包子 好可怕 他边说边用小手笔画 我只以为童言无忌 并未在意 直到听见身后 苏赵宇的声音 弯腰 这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他背着一个少年 面色为难 他说 今日卖包子 这少年红着眼 一下子要了十几个 他一边吃 一边哭 身旁也没有人 我问他 他也不回答 最后吃吐了 晕过去 我只能先背回家了 言谈之间 少年悠悠行转 声音带着 染了风寒的沙哑 娘 你连看恶意一眼 都不愿意吗 一声娘 惊得苏赵宇 擦身的动作停下来 我的身体 也僵了一瞬 转过头 朝苏赵宇到 先擦干 然后把锅上包好的 三鲜馄饨下了 木木不爱吃虾皮 不要放 苏赵宇汉手 他将叽叽喳喳的女儿 抱了出去 将空间留给我和他 公孙艺一脸颓唐 垂着眸子 看不出情绪 可越是这样 我就越生气 所以你觉得 自虐 就会让我高看你一眼 公孙艺 你跟你爹就学会这个 十四岁的少年 刚淋了雨 又暴食 大兔特兔后 整张脸都是白的 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比起我 他更像公孙爵 一双桃花眼 炼艳寒光 通生贵气 看向我的时候 是楚楚可怜 无人疼惜的悲伤 可悲伤也是自找的 迎向他期待的目光 我从心底泛起来的 不是同情 不是怜惜 而是厌恶 但我掩饰得很好 这么大了 自己擦 我丢给他一块布 又冷冷地回到 擦完了 自己回府 他接过去 又被我的话打击到 身子一颤 摇摇欲坠 原本的乖巧顺从 可怜兮兮 变成有些怨毒的质问 难道母亲有了妹妹 我就什么都不算了吗 果然 装的 被强压在心里的怒气 声腾上来 我瞪大眼睛 周身气场烦躁 忍不住回怼 你妹妹不会伤害自己 博取我的怜惜 你妹妹更不会将我推倒在地上 骂我是个低贱的人 你妹妹更不会在外人面前 连承认我是她娘的勇气都没有 逆子给我气得够呛 苏赵宇端着三碗馄饨进来 见我俯着胸口 表情难看 也不顾什么待客之道了 比人妙小 公子还是哪里来的 回哪里去吧 公孙义垂着头 像是双打的茄子 捏了八肌 苏赵宇递给他一把伞 他低头道谢 不必 公子还是珍重自身的好 柴门打开 少年清俊瘦削的身影 钻入风雨 木木很乖 见我不舒服 坐在小板凳上 用勺子一口一口 咬着馄饨汤 苏赵宇将我搂在怀里 一点一点给我顺气 这是你从前的大儿子 我恩了一声 你不觉得我很心 或许是听出我的沮丧 他摇摇头 不觉得我们泱泱 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小姑娘 他语气浅全 哄得我轻笑出声 都这个年纪了 还小姑娘 不知羞 木木不懂 也跟着学 小姑娘 小姑娘 木木也是小姑娘 一通发泄 心中的玉气好了很多 我也不觉得自己狠心 当年是公孙义 选择了险王世子的名分 抛弃了我这个娘 险王公孙爵 是我前夫 公孙义 是我俩的仔 俗套的剧情 卖包子的我 救下了重伤失忆的他 不然 我这样的下九流 怎么有机会 接触皇亲贵胄 公孙爵与我 做了一年民间夫妻 我卖包子 他打猎 他恢复记忆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刚满月 他将我和公孙义 带回了险王府 弯央 我带你去过好日子 确实是好日子 珍修美传 锦衣玉石 登基的新地 是公孙爵的 童母兄长 他心疼在争斗中 为了他险些死去的弟弟 极尽包扬赏赐 他将我的儿子公孙义 带到宫中 为强宝之中的他 请封了险王柿子的头衔 又将所有的奇珍异宝 捧到我的面前 任我取用 可我要的 并不是这个 从始至终 公孙爵都没给我名分 我跟他闹过 我和公孙爵 也是在朗朗星夜 敬告天地的夫妻 凭什么我只能无名无分 待在王府 不欺不切 身份尴尬 又为什么 公孙义对外只称作 他流落民间 与姬妾所生 毫无关于我的直言片语 其实无非只是一点 他嫌弃我 嫌弃我只是个 上部的台面的商贩 当年称着自己的 无非一腔爱恋 公孙爵语气坚定地哄我 你放心 我会争取 我的妻子只有你一个人 我信了 就这样待在王府 被人叫了三年的赵夫人 我不懂皇家理智 但我隐隐在丫鬟 仆毙轻视的目光中 捕捉到讯息 这不是什么好称呼 值得庆幸的是 一儿茁壮成长 这使我有种做母亲的自豪感 可我没想到的是 先被赐我的 恰恰是我的孩子 从前我看公孙逸 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 怎么都爱不够 毕竟母亲爱儿子 是人伦刚长 天性使然 她生病 我整夜整夜守着 恨不得以身相待 她受伤 我自责到锤打自己 现在想想 那时的我 也是病态的 公孙逸不允许我出府 我没有社交 没有自我 只有儿子 所以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对于公孙逸来说 比起卖包子的穷娘 她更喜欢当王爷的父爹 提起公孙逸 这小子脸上就神采奕奕 我爹真伟大 我爹是王爷 真好 我没多想 以为这是父子亲情使然 一边笑着 一边给小小的她穿衣服 但娘坏 娘只是个卖包子的 娘坏 爹好 我脑得很 用竹面赏了她一顿炒肉 又第一次发落了府里乱嚼舌根的下人 还迁怒了公孙逸 子不叫 父之过 我很久没理他们 公孙逸揪着她来跟我认错 是宝宝不对 娘好 爹也好 还是个孩子 又是我儿子 我心软了 从公孙逸的怀里 接过哭唧唧的她 我以为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之后 公孙逸和崔桥的事情 传到我的耳朵里 崔桥是清和崔氏 大族嫡女 其母更是公孙逸的亲姨娘 据说陛下有意赐婚 她给公孙逸做王妃 我心灰意冷 向公孙逸提出 带卓义儿离开王府 她指天发誓 说只是流言 弯腰 你要信我 尽管我有再多的不得已 但我爱你这件事 永远不会变 我还真信了 后来 崔桥以表妹的身份 入险王府做客 我才发现 事情似乎不受我控制了 我每日都会给公孙逸 送一碗甜汤 在南下那年 她因为受伤 身子不好 总是咳嗽 我担忧得跟什么似的 跟邻居留遗学方子 什么穿背雪梨 银耳莲子 甜滋滋 一点点润痒 而我今日去的时候 崔桥在她的书房 公孙逸执笔作画 崔桥巧笑倩兮 好一对碧人 而端着汤进去的 我显得不合时宜 你们这是干什么 出于女人的直觉 我打断了他们 公孙逸醋了醋眉 语气里满是不悦 赵湾秧 你不要多想 乔桥只是来 显王府做客 对我 怜名戴姓 而对崔桥 却是一句亲密的乔桥 我的心里泛起酸意 崔桥更是一声不吭 挺直了身姿 像一只高贵的金孔雀 他甚至不屑于 给我一个眼神 只是看着为他 训斥我的公孙逸 浅浅勾起唇角 如此 更将我衬托得粗鄙不堪 我跟公孙逸大吵一架 他骂我是个蠢负 我气急了 伤心的流泪 还好夜深的时候 公孙逸安慰我 娘 你放心 一儿只有你 没有别人 谁知道这小子变脸更快 第二天见崔桥的时候 他嘴甜 一口一个崔仪 哄得人家眉开眼笑 我也没想多 只当他有礼貌 直到有一天 我和公孙逸又吵架 他送来一盘子 朱差翠翘求和 其中有一只 欠绿松石 花形金簪 很得我心意 正要美滋滋带上去 欣赏我绝世美颜 公孙逸那狗崽子 从门外一下子 暴冲进来 将我撞倒 他又从我头上 大力将簪子薅下来 我不妨 头皮被扯得生疼 整个人呲牙咧嘴 这是给崔仪准备的 你这种低贱之人 配不上 我冷冷瞪着他 他似乎意识到 这样不对 但耿着脖子 小嘴唇抿着 一声不吭 别这样 小义 要对下人宽容 崔桥话里话外奸 嘲讽我是个下人 可我的儿子 并没护着我 而是顿了一下 默认了他的说辞 看着那个抓住 崔桥秀摆的小男孩 我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 我的孩子 连喊我一生娘的勇气 都没有 更何况 我虽接了赐婚圣旨 还没有嫁入王府 崔桥又说道 他轻声慢语 可表情满是胜利者的得意 我的心突然跋梁 原来只有我是个傻子 公孙爵玩我 就像玩街边的黄狗 不对 还不如狗 狗还得给个骨头 公孙爵只给了我画了个饼 晚样 我虽然是王爷 上有父皇宗士 下有臣民百姓看着 但你放心 我心里的妻子 只有你一个人 差点没给我恶心地吐出来 我决定回我的男相卖包子 收拾包袱的时候 公孙爵从背后抱住我 和孩子稚气做什么 他已经许久没用这样温和的语气 同我讲话 我没回答 更没停下手里的动作 公孙爵松开我 他恼了 我不是都说了 我的王妃只会是你 你闹什么 公孙爵的语气里满是不耐烦 好大的一张饼 让我想起李叔卖的油炸圈 外边金黄蓬松 里头是空的 你跟崔乔的婚事 连公孙意都知道了 就瞒我一个 我扭过头来 质问他 还是当家的 你觉得我就贪慕你这险王府的富贵 他垂下眼眸 一点愧疚一傻而逝 崔乔和你不一样 是不一样 人家是清和崔氏 大族嫡女 而我只是个 见不得光的小商贩 崔乔的手弹琴 我的手揉面 他弹琴 高山流水 我包包子 香的人满嘴流油 泱泱 我求求你 再等等 等什么 等险王府真正的女主人进门 我给他三跪九寇 泱泱 我说了 你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公孙觉语气强硬 双眼透着可怕的红 一只手死死拽住我 放手 公孙觉 你疯了 他放手了 可他却突然不知 从哪里抽出一把匕首 狠狠搁在自己的胳膊上 我的错 我惩罚自己 泱泱不要走好吗 我摇摇头 如果刚才的我 还对他抱有一丝期待 现在我非走不可 自残的他 像极了我的疯子娘 我娘不是针锋 他的疯 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他好赌 若我爹不给他赢钱 他就嘶吼着打我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不带板的 所以连带着你爹都不待见我 你该死 你该死 我爹心软老实 买包子那点钱 都给他填了赌债 他又学别人放印子钱 将我奶奶的棺材本都输光 我爹生气 他就寻死 不仅寻死 还要拉着我一起死 我爹心疼女儿 美美屈服 最后 我娘死在一次闹腾里 她放火要烧死自己 像我爹索要包子铺的地气 我爹给了她 她出来的时候 被燃着的横梁砸在身上 一命呜呼 我只觉得笼罩在头上的阴霾散去 故而 我此生最怕的 就是伤害自己 要挟别人之人 夫妻情好的时候 我曾经将此事 讲给公孙爵 但我从未想到 她会用我最痛恨的事 来威胁我 我不心疼 离开险王府的时候 她和公孙义站在门口 公孙爵递给我万两银票 出门在外 哪有不用钱的 但我只抽了一张 我会包包子 我能养活自己 够了 算作你当年 在我家的生活费 公孙义牵着她的袖子 怯生生躲在身后 娘 你不要孩了吗 我冷笑 我这样的粗贱之人 不敢当世子口中的一句娘 或许 从她在崔桥那儿 默认我是下人的时候 我们的母子缘分就已经结束了 八年的时间 我已经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那是少女时期我梦想的 淳朴而温暖的生活 遮蔽风雨的房屋 执心之意的枕边人 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儿 深夜惊醒 只有苏兆雨的臂弯温热 我轻微一动 她立刻就醒了 整个人有些紧张 怎么了 弯腰做噩梦了 我生苏木的时候是难产 差点死去 自那之后 苏兆雨便睡得不好 动辄起夜 甚至将手指放在我的鼻下 使呼吸 她是怕了 我心疼她 哑声回道 没 就是突然醒了 看你在不在 傻瓜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在 我贴着她的胸口 脑中 竟回忆起初见她的场面 和公孙爵雷同的一点是 苏兆雨也是我捡的 尽管在公孙爵身上 我栽了个跟头 但我并未遏制自己的圣母心 如果我爹还在 一定用手指戳着我的脑袋 恨铁不成钢 照弯秧 长点记性吧 但我爹入土了 没人管我 吴她 苏兆雨浑身是鞋 躲在我的厨房 偷包子的时候 真是太帅了 大雨 黑衣 尸身 薄鸡 刀痕 苍白的嘴唇 我承认 看过那么多画本里的 无情侠客 都没有她一抬眼来的动人 更何况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四目相对 她看着我 水汪汪的眼睛里 是湿路人的迷惘 之后 她晕了过去 我将她拖回去 解开她的湿衣 往她胸膛上 撒过漆的白药 疼得她从昏迷中醒来 呲牙咧嘴 拽住我的手 不是 女侠要杀便杀 何必如此折磨 至于后来 她借口付不起要钱 要留下报恩 抱着抱着 就成了我女儿的爹 我贴着她 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 又是新的一天 我们带着木木 一起出摊 苏兆雨抱着她 在刘姨那儿喝豆羹 我张罗着包子生意 包子嘞 包子 热气腾腾地发面包子 很快 蒸好的包子 卖到剩最后三个 老板娘 剩下的都给我吧 是公孙爵 她静静站在那里 身后跟着几个随从 八年未见 公孙爵并没有什么大变化 光洁白皙的脸庞 透着棱角分明的冷峻 乌黑深邃的眼眸里 是淡淡的伤感 岁月并未削减她的俊朗 而我却老了很多 出门做生意的 来者便是渴 我释然地笑了 给她装包子 趁热吃 可没想到的是 我拿包子的手 被她捉住 公孙爵有些急切 弯腰 跟我回家吧 我觉得有些好笑 想抽出来 可她的力气很大 我皱了皱眉 苏兆雨将孩子托付给刘姨 她走了过来 放开我的娘子 我的娘子四个字 苏兆雨咬得极重 奇异地抚平了我内心 那点子不安 公孙爵的手 缓缓松开 她眼睛微眯 对着苏兆雨 冷笑出声 若不是我容忍 你岂能在弯腰的身边 晃这么久 木木害怕极了 从刘姨的怀里冲过来 紧紧抱住我的腿 眼睛时不时瞥向她爹 娘 木木害怕 坏人不要欺负爹爹 我叹了口气 将她往身后塞 公孙爵一挥手 她身后的人 竟然抽出剑来 架在苏兆雨的脖子上 公孙爵 你干什么 我半蹲着 手捂住女儿的眼睛 扭头质问她 干什么 自然是抓当年 刺杀我的嫌犯 嗯 弯腰 跟我回家 我心下一阵 当年我捡到公孙爵的时候 她的确身受重伤 而伤她之人 公孙爵从未提过 我不知道 苏兆雨是不是 她所说的那个刺客 但我知道 公孙爵现在就是在逼我 逼我回到她的身边 苏兆雨被她抓走 我带着苏木 来到显王府 八年后的显王府 其实没什么变化 除了所有人看我的时候 都毕恭毕敬 给王妃请安 奴婢见过王妃 王妃这个称呼 曾经是我最想听到的 这不是荣华富贵 而是我成为 公孙爵妻子的证明 现在 我只觉得难受 还有担忧 担忧此时此刻的苏兆雨 公孙亦来同我请安 我抱着苏木 并不想理会她 我回来 她很高兴 眉宇间的阴郁之气散了不少 整个人神采飞扬 尽管她的高兴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儿子给母妃请安 规规矩矩 谨守礼节 和之前的皮猫子 判若两人 我前前点头 这里 作为她的亲娘 我自然受得 从前万般 都是儿子的错处 不求母妃谅解 只求母妃能容儿子 在身边尽孝 他们抓走苏兆雨 我的心里本就攒着一股怨气 世子爷严重了 还请你们尽快放了我的官人 让我们一家团聚才好 公孙亦变了脸色 还没等他回答 公孙爵进来 苏兆雨 弯腰还是不要响了 公孙爵说 只有我回到王府 他才可能考虑 饶苏兆雨一条命 回王府的这几日 我也隐约听到了一些传闻 险亡当年 为替新帝引开世家的追兵 遭遇刺杀 当年 我捡到公孙爵的时候 他确实伤重 所以你说 当年刺杀你的刺客 就是苏兆雨 我哼笑一声 且不说我离开王府都八年了 公孙爵 你若是真要计较此事 也不至于如今才发作吧 自然不是为此 有些事时机到了 我偏过头 你自有你的催桥 别来祸害我 一旁沉默的公孙亦 突然出生 母妃 娘 当年不是这样的 从始至终 这都是一场局 公孙爵的声音闷闷的 他捉住我的手 懊悔不已 万羊 抱歉 当年我没办法告诉你 更没办法留你在府里 八年 他的解释来得这样迟 公孙爵说 世家大族垄断社会资源 甚至高过皇权 他和当今陛下的父亲 就是死于一场毒杀 他当年受伤 也是替代皇兄的无奈之举 击毙已久 当今和他都想要拔除世家的势力 取卫桥 是放松世家警惕的无奈之举 万羊 你是我唯一的软肋 我不能拿你去冒险 就连父皇和皇兄都不能保证 我实在不放心 公孙爵目光灼灼 而我却接受不了 这样离谱的现实 木暮被下人抱走 而我只是静静地站着 面前的公孙爵握住我的手 一旁的公孙爵跪在地上 身子挺得笔直 直觉告诉我 公孙爵没说假话 母妃 当年是我决定 要和父亲一起保护你 公孙爵跪着 往前挪了两步 将手附在他父亲的手上 此时此刻 曾经的一家三口团聚 可三颗心却渐行渐远 我倒宁愿是一场背叛 他们这样 显得我像是愚蠢的小丑 父子两个一脸期待看着我 如今再无危险了 弯央 公孙爵说 八年来 他和当今萧伊干时 终于稳固皇权 削弱世家的势力 我不想懂 或许他们真的很伟大 改变大安 改变了这个社会 给了我们这些百姓好生活 或许 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父子两个为了保护我 不忍心我受到伤害 可是 我不需要 一滴又一滴的泪砸在手背 滚烫的热意 将公孙爵的心灼伤 他突然意识到 这八年的离别 是自己毕生不可饶恕的错误 所以呢 不告诉我 是因为觉得我不配 还是觉得我不敢跟你们共苦 我是不懂 不懂门法 不懂朝政权谋 可我知道 我是公孙义的娘 公孙爵的妻 我的福 我的子遇到危险 我应该和他们共同进退 无非是你们都不相信我罢了 滚都滚出去 还有 公孙爵 要我留在这里 你妄想 公孙爵向我提出条件 若是我答应回到险王府 他就放了苏赵羽 我需要考虑考虑 公孙义倒是 每天都来给我请安 即便我并没有什么好脸色 他和苏木倒是相处得很好 年幼的苏木并不理解旧日的恩怨 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黑着脸 他被我抱在怀里 目光总是迎向公孙义 娘 我好喜欢哥哥 我可以和哥哥去玩吗 而我满脑子都在想苏赵羽 想他如今在哪里 想他晚上睡得好不好 并没有注意到苏木从我的怀里溜出来 苏木小腿蹬蹬 就跑到了公孙义面前 公孙义也很疼爱这个妹妹 将她抱起来 又请示我 母妃 儿子可以带妹妹去花园那边逛逛吗 我同意了 许师见我难得露出好脸色 公孙义更受鼓舞 她甚至替公孙爵说了两句好话 娘 虽然父母之间的事情 儿子不该多言 但爹他这些年真的很苦 你 她抱着苏木 眼眶红得厉害 却不敢多说 只此一句 之后转身离去 众生皆苦 唯有自度 我承认 我的心再也无法为公孙爵 泛起一丝波澜 她不了解我 也不愿了解 她用苏赵宇的性命 将我囚困在险王府这座牢笼 我等的人进不来 而我也出不去 唯有对苏赵宇的想念 让我坚持着 日复一日 我病了 是心病 公孙爵急了 请最好的太医到险王府 又天天守着我 亦是昏沉 我只觉得心里发慌 又有些针扎一般的刺痛 疼得难受时 我也只念到苏赵宇的名字 这场病延绵了很久 我醒的时候 公孙爵趴在我的床边 睡得正沉 我摇了摇她 她抬起酸麻的胳膊 对我讨好的笑 你到底什么时候放我走 我要回家 带着我的丈夫和我的女儿回家 闻得此言 她的眼神又恢复冰冷 你的丈夫是我 你的儿子是这险王府的世子公孙益 至于女儿 反正我们也没有女儿 你的孩子就是我的 儿女双拳 顽羊 这不是你曾经盼望的日子吗 我用手撑着 缓缓坐起来 尽管没有力气 我还是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她偏过头去 嘴角溢出一丝艳红 公孙爵 你是不是觉得 自己用那所谓的苦衷 就能获得我的原谅 三分真七分假 我知道 她不舍得将我留在王府是真 我是她的软肋是真 可她嫌我粗陋 嫌我蠢笨 却更是真 尽管你不喜欢崔桥 你是不是也希望当年 我如她一般温柔端庄 尽管是问句 但我用的 却是肯定的语气 她向我解释后 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复盘 其实也是 为了给自己一个答案 要不要原谅她 你和崔桥不一样 赵弯阳 你看看你 粗鄙不堪 又如此蠢笨 我真是瞎了眼 那些伤人的言语 被我从深藏的记忆里捞出来 反复扎墨滋味 最后 我恍然大悟 公孙觉其实是嫌弃我的 因为嫌弃 所以会不由自主 拿我与崔桥比较 因为嫌弃 所以在吵架的时候 会口不择言 而口不择言的那些话 往往都是她最真实的想法 被我戳破心事 公孙觉呆愣了一瞬 整个人仿佛被泄了力气 公孙觉 我知道你曾经爱我 也知道你现在也爱我 可你的爱 现在并不是我想要的 公孙觉伸出手 想要摸一摸我的脸 我躲了过去 我现在的生活很好 我求求你 把苏兆宇还我 把我的生活还我 他迟疑了片刻 回答我道 苏兆宇的事 皇兄知道了 这不是我能做主的 我心下一沉 又求他 那让我去看他一眼 哪怕是送一件衣服 是一碗热汤 公孙觉同意了 显王府的造不如家里的好 幸好我的手并未生疏 半线 和面 发面 包包子 苏木蹲在灶边 小声念叨 娘去看爹爹 我也想去 木木也想爹爹了 我心头微软 给他盛了一碗汤 那木木答应娘 乖乖的 听话好吗 我丝毫没有顾及 站在厨房外 可怜巴巴的父子俩 手脚麻利 石河很快装好 走吧 公孙觉 希望你说话算话 说完 我转身离开 王府外 马车早就等着 我拎着石河上去 躲开了公孙觉 想要扶我的手 幽暗的牢房里 苏兆雨浑身是血 蜷缩在角落的稻草堆上 相公 我来了 听见我的声音 他动了动 想要起来 可是受伤太重 只能借着墙 靠在一侧 露出一抹安抚的微笑 我没哭 我没事 我将包子和热汤拿出来 许是很久没吃 他的动作有些急迫 虽然急迫 却保持着一态 我从没问过他的从前 不管是侠客 还是杀手 他苏兆雨做我的丈夫时 就是一个平庸 却疼爱妻子的老百姓 我骗了你 当年险亡 确实是我刺杀的 怎么能算骗 毕竟我从来没问过你 我和苏兆雨成婚的时候 他曾经想告诉我他的过去 我拒绝了 经常在外边捡人的朋友们知道 一般捡回来的 都有点那么难以启齿的过去 苏兆雨说 他是门阀培养的死士 专门执行一些刺杀任务 他的父亲 是英人之乱里 首批被斩杀的叛臣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的父亲苏信 是先帝最为倚重的心腹 先帝被释迦毒杀之后 他们将罪名安在那些禁臣头上 我爹就是其中之一 苏信 这个名字我听过 寒门学子之首 建明三年尽是二甲 后因谋反被杀 收留我的人告诉我 是当今陛下害死我的父亲 可后来 我自己查证 并不是这样 是释迦凌驾皇权 害死先帝 嫁祸我的父亲 我怎能为仇人杀主 他说累了 握住我的手 我恩了一声 我判处后 他们派人追杀我 之后我就被你所救 他说 他知道 自己曾经为虎作娼 做了错事 他不怪任何人 只是让我保重自己 还有木木 照顾好木木 他自始至终 都没有提到公孙爵 我不想他死 回握住他的手 坚定道 我会救你 公孙爵在牢房外等我 我同意成为你的显王妃 但你要带我进宫 我从来没有如此明白 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第一次主动挽住 他的胳膊 弯杨 我真的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你放心 木木以后 就是显王府 最宝贝的小郡主 我要进宫 公孙爵 他说好 稍许片刻后 他又说道 你放心 我会求皇兄 留他一命 我点头 不置可否 回府的时候 公孙爵带着妹妹 放风筝 春风和煦 花开锦绣 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 见我回来 木木丢下手里的风筝线 嘟着嘴问我 爹爹呢 娘不会把爹爹忘了 我沉默了一瞬 吩咐人将她带走 公孙爵充满期待地 看向我 母妃要回来了吗 我叹了一口气 去好好温书吧 轻车熟路 我从裤房拿了一匹布 仔细缝着 入宫要穿的衣服 那是一件 纯白的丧服 不久之后 公孙爵带我入宫 坐在龙椅上的帝王 是比公孙爵 更沉稳的一位年轻人 虽然年轻 但隐隐有着 极重的威势 臣弟参见皇兄 臣妇参见陛下 只是跪下行礼的一瞬间 我脱掉自己的王妃扶制 露出里边的白衣 震惊在场的所有人 弯腰 你 王妃 大胆 一旁的内侍大声呵斥 而我并没停下自己的动作 我将早就准备好的陈情书献上 臣妇苏赵氏 向陛下陈情 公孙爵 公孙爵想要拉回我 被陛下拦住 哦 真是个妙人 那你便说说吧 内侍将我的陈情书拿上去 臣妇粗陋 也知道陛下宽人待下 所以你此来 便是为了刺杀镇弟弟 那个刺客求情的 他的声音有些不悦 陛下荣禀 刺杀皇室 妄图凌驾于陛下之上的人 臣妇不敢求情 但臣妇却想为忠臣之后 求一道宽赦的恩旨 我将苏赵宇的身世 和当年苏家被灭门的前因后果 统统写在陈情书上 都是曾受枪害之人 而如今和亲海燕 莫不是陛下之功 臣妇愚钝 只求陛下饶他一命 不为别的 就为给臣妇留个男人 那朕的弟弟呢 臣妇资质粗陋 实在是配不上显王 眼见陛下要发怒 公孙爵上去劝 还请皇兄看在臣妇的面子上 就给他一道恩旨吧 阿绝 情官难过 我这个做哥哥的 也帮不了你什么 他们耳语片刻 公孙爵的表情 一瞬间暗淡了下来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陛下赦免了苏赵宇 但是却盼他流放岭南 家眷随行 永世不得回京 我叩头谢恩 这样的结局 对我们三个人 都是在合适不过 我和苏赵宇离开京都那天 公孙爵来送我 他只穿了件月白色执金袍 发用一只竹簪挽柱 整个人既温和又从容 亦儿他不舍得 所以我不让他来了 木木在苏赵宇的怀里闹腾 看得公孙爵温柔了神色 若我们也有个女儿 像你一样美 苏赵宇黑了脸 我摆摆手上前一步 阿爵 可惜我们已经错过了 听见我说这句话 公孙爵的眼眶红了 你说可惜 是不是代表 你也曾经舍不得 我含笑点点头 又摇摇头 是爱过 可是并不能原谅 因为爱过 所以不能原谅那些 以爱之名带来的伤害 对于我来说 比背叛更令人难过的 是不信任 不信任我愿意和家人 共同承担来自未知的狂风暴雨 所以自以为是用伤害的方式 将我驱离 可苏赵宇懂我 即便生死关头 他也只是让我好好保重 并不曾将我推给别人 是我的错 但请你不要迁怒到义儿身上 公孙爵说错了 我并未迁怒 人与人之间 讲究的是缘分 缘来而起 缘散而分 我与他们的人生 大概到这里 就已经结束 苏赵宇将女儿抱上马车 她掀开帘子 目光灼灼 弯腰 我们该走了 我向公孙爵告别 踏上了新的旅途 娘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对吗 苏赵宇逗着她 目目笑出声 我握住她的小手 然后一只更大的手 覆盖在我的手上面 苏赵宇替我回答了女儿 永远 多约